1997年,印度德里乌帕尔影院突发大火 900多名观众被困其中 消防车和救护车迟到了整整30分钟才到 他们疏散了大部分人群 可仍有接近200人 因伤势太重被送去治疗 一时间,医院人满为患 根本无暇接待伤者的家属 其中,一对姐弟的父母,薛卡和拉姆 在医院如无头苍蝇般乱撞 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路 还差点被医护当作无关人员赶走 薛卡解释清楚自己的来意后 护士带她去病房见了孩子 那一瞬间,她直接僵住 也忘了自己正和拉姆通着电话 直到护士问她,那是你的孩子吗? 薛卡才慌过身来 将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了拉姆 几个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 如今和父母天人两隔 拉姆抚摸着孩子的头 久久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细心地她发现 女儿最真爱的项链居然不见了 薛卡在认领书上签了字 带着失魂落魄的拉姆走出医院 她看见儿子好友阿俊的母亲也在吵 突然想起来 姐弟俩是和阿俊一起来看电影的 可为何阿俊却一点事也没有呢? 细想想 突发的火灾 丢失的项链 以及迟到的救援队 这场火是否隐藏了什么猫腻 接下来让我们将时间 拨回事发之前 1997年6月13日 乌帕尔电影院正热映一部电影 编辑 姐弟俩约着好友阿俊一同前往 可因为阿俊迟到 姐弟俩只是给他留了一张票 便先行前往了发音厅 当时 影院老板安萨兄弟的朋友也到场了 他们是贵宾 经理特意让保安 将他们带到了八人包厢 其余的人 陆陆续续进了普通发音厅之一 他们都在期待电影开场 可没多久 浓烟飘进发音厅 弥漫着一股嗆人的气味 一开始 人们以为 这只是电影特效 直到整个发音厅 都被烟雾笼罩 连同姐弟俩在内的两百多人 这才差距到不对劲 黑暗的影院 呼救声 哀嚎声四起 本来供大家修行娱乐的空间 却在一瞬间 成了惨不忍睹的火葬场 姐弟俩来不及逃出去 阿俊活了下来 但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知道 事发之后 雪卡和拉姆 整日沉浸在悲伤中 电视播报了这次事故 拉姆才知道 火灾的起因 是地下室的变压器 突发故障 但新闻说 大门全都开着 受害者 是完全有能力自救的 直觉告诉拉姆 孩子的死 另有隐情 天还没亮 拉姆就偷偷溜出门 准备自己寻找真相 阿俊父母很惊讶他的到访 但自己的孩子 也因为这次事故 产生了创伤 所以他们 并不打算让阿俊 见到拉姆 于是拉姆 找到电视台 观看当天火灾的视频 试图找到一些 蛛丝马迹 磁带放了很多遍 拉姆眼睛都不敢眨 却始终 没找到孩子们的踪影 难道他们 根本就没有从影厅出来 终于在反复观看之后 他发现了端倪 营院经理 手拿公文包走了出去 看上去非常可疑 拉姆要来经理的地址 正准备前往 又接到阿俊母亲的电话 说阿俊 想要见他一面 阿俊表示 电影开场后 他才赶到 但放映帖 被锁住了 柜台没人给他开门 他根本就进不去 也就是说 两个孩子 是被关在里面活活烧死的 根本就不是意外死亡 此时 薛卡醒来 发现拉姆已经不在身边 问遍了家里的亲朋好友 没有一个人 知道他的去向 就连打电话 也没有接通 他着急忙慌 赶去阿俊家中 拉姆的车 却急速往反方向驶去 薛卡让好友掉头 一直跟在拉姆身后 他还找到了影院经理家 但经理的妻子 不肯让他进门 还反复地说 那件事 跟我丈夫没有任何关系 他什么也没做 两人争执不休 吓坏了经理的两个孩子 薛卡顺藤摸瓜 找到这里 他也从拉姆口中 得知孩子 被锁在影厅里的事实 临走时 经理妻子打开门 扔下了一句 我丈夫没有错 他只是听命行事而已 火灾 变得扑朔迷离 夫妻俩决心 一定要找出真相 可他们也没想到 会因此 活了自己下半辈子 薛卡独自来到 安萨兄弟的公司 向他们讨要说法 可因为没有预约 只能硬闯 警卫第一时间赶到 请他离开 但没见到安萨兄弟 薛卡不甘心 在里面大喊大叫 最终 被警卫按倒在地 他无力挣扎 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门 从外面被锁住了 薛卡回到家 将自己关在房里 失声痛哭 拉姆在外面 安慰了好久 他才擦干眼泪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去了客厅 电视里正播报 安萨兄弟 在筹备一个超豪华购物中心 看起来 他们的生活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夫妻俩握紧彼此的手 仇恨的火焰 已经在心中燃烧 饮愿那场大火 造成59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其中 帕尔的亲人 一家七口 全都没能幸免于难 最小的孩子 也只有六个月大 光是宣读信息 护士就极多哽咽 那受害者家属 又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 七具尸体 通通被运往帕尔家附近 他们被摆在路中间 挡住了交通 只得一句一句往回班 当时政治炎炎下刃 放久了 对谁都不好 帕尔很穷 付不起好几万的安葬费 民居们各有各的难处 无法捐款 帕尔的老板 也不肯预支工资 直到负责处理 火灾赔偿的托克找上门 这就是安萨兄弟 处理火灾的唯一方式 他们有权有势 相信用钱 就能摆平所有难事 托克让帕尔和他的侄子 想到具体的数额 就联系自己 但是 对一夜之间 失去所有至今的帕尔来说 钱 又算得了什么呢 七具尸体 仍摆在门外 天气炎热 腹臭味 吸引了苍蝇 侄子卖掉所有作物 为他筹来了火葬费用 坚定的眼神 似乎是在告诉他 不要轻易向安萨兄弟服输 离世发 过去两周 夫妇俩 一直在为孩子们申冤 可因为安萨兄弟 在印度德里这个地区 可谓是指手这天 每一家律师团队 多少都和他们有合作 没有人愿意 为他们提供帮助 并且 想要对抗安萨兄弟 光靠律师可不行 还得靠军队 临走时 薛卡折返 告诉律师 别说道歉了 安萨兄弟 连一句话 都没有对受害者家属说过 接下来的调查 越深入 越生气 法院行政官告诉拉姆 当时故障的变压器 在早上时 就起火过 影院工作人员 也很清楚 而诺大的影院 仅仅只有两个灭火器 广播系统 逃生出口 应急灯 洒水器 统统没有运作 所有人 都被困在了里面 但上级 只是将 电力公司的官员 隔职 就准备 稀释宁人了 至于安萨兄弟 谁感动他们呢 薛卡整合了 所有家属的信息 想和他们 一起联手 向安萨家讨要说法 但被蒙在鼓里的家属们 有的 已经拿到巨额赔偿金 有的以为 这是场事故 不愿追究 其中 萨米尔太太 还把负责商量 赔偿金的联系人 托客的联系方式 交给了薛卡 拉姆找到警察局 想要立案 但这个案子 普通警员做不了主 副局长 又去参加 不找儿子的婚礼了 本以为 这次又要扑空 拉姆突然看见 桌子上 放着婚礼请柬 他趁警员不注意 将请柬 夹进文件偷走 回到家 电视正播报 安萨兄弟的访谈 他们傲慢地表示 自己没有一点错 总理也对火灾毫不关心 反而设宴 招待动物保护代表团 于是 拉姆找到邻居 邻居也认识 很多上流社会的人 轻轻松松 带着他混进了部长的婚礼 拉姆顺利见到副局长 但是仅仅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副局长的神策 就开始慌张起来 随口敷衍几句 就回到座位上 拉姆不依不饶 也跟了过去 接下来 一直就这样 副局长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直到副局长扔下一句 再纠缠下去 我会将你和你的丈夫 都关进监狱 当时 所有人 都亲眼目睹这场争吵 而拉姆也没想到 和自己一同前往的邻居 居然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好在薛卡这边 有了进展 有一部分家属 决定参与他举办的 遇难者调查协会 他知道 托克一定会找上门 和每个家属 都商量赔偿的事 所以临走前 将一张照片 托付给家属 让他帮忙转交 那是姐弟俩的照片 背后写着 你不会良心不安吗 回家后 薛卡将建立协会的好消息 告诉了拉姆 夫妻俩 也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帕尔 萨米尔 以及其余部分家属 都在得知火灾并非意外后 选择加入薛卡夫妇的协会 好心的律师 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他们聚集在一起 要为所有的受害者讨回公道 事发后三个月 警方逮捕了所有设施的工作人员 其中也包括影院经理 至于安萨兄弟之一的哥哥 前台虽然打电话提醒 奈何警方已经闯入会议室 他来不及逃跑 也被抓走 按理来说 这些人受到的指控 应该是不可保释的 短期内根本别想出来 可人面受心的律师 居然要薛卡夫妇见面 表示安萨兄弟 非常的自责和难过 但这样闹下去 没什么好处 家属们也不会受益 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 让安萨兄弟建一间 最先进的创伤治疗中心 用来纪念受害者们 但这就是安萨家 为了脱罪的手段罢了 薛卡夫妇根本不可能同意 他们一直在为这件事奔波 孩子死后 之前为他预约的生日蛋糕 送上了门 薛卡害怕拉姆悲伤 手忙脚乱将蛋糕藏了起来 拉姆刷牙时 看见孩子们用过的牙刷 也偷偷藏了起来 猫鱼为了维权奔波 扶下来的生活日渐失衡 疲惫不堪 但他们追求公平的决心 从未改变 可律师不择手段 他无法左右薛卡夫妇的想法 就直接让托克 去威胁受害者家属 毕竟只要协会解散了 他们的威胁也就消失了 当天萨米尔太太一如往常 准备送孩子去上学 可学校通知她 孩子已经被学校劝退 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回到家才知道 丈夫也莫名其妙 被公司开除了 桌子上还放着托克寄来的礼物 与其说是礼物 倒不如说是一种警告 萨米尔打电话给托克 表示自己已经退还所有赔偿金 让他不要纠缠自己的家人 可轻飘飘几句话 又怎么能撼动这种人 对权势的忠心 托克还有更多的手段 等着他呢 即便这样 萨米尔仍没想过放弃 可就在第二天 准备前往协会时 一群手拿棍棒的混混 突然冲过来 砸毁了他们的车 托克得知后 心里也是一惊 他只是让那些混混 去吓唬萨米尔一家 从没想过 要真的伤害他们 托克亲自 赶到萨米尔家中 想找他们道歉 可对方刚看见他 就下了语无伦次 将他赶出家门 还不断哀求 保证自己 不再和协会有任何关系 也不会再和安萨兄弟作对 完全没有理会托克的解释 托克沮丧地离开 发现自己的车被追尾 愤怒的他 直接砸毁对方的车 还把肇事司机狠揍一顿 这一幕 萨米尔看在眼里 要说这种人 是来给自己道歉的 有些灰心 遭受这种威胁的 不仅是这一家 大部分协会成员 都因为害怕安萨兄弟的手段 纷纷选择退出协会 就在众人都感到泄气时 律师又给出一个好消息 案子被移交给中央调查局了 看起来似乎又多了一点希望 可这只是假象罢了 调查局根本没有仔细调查 而是减轻了 所有涉事人员的罪名 并且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协会成员聚集在广场 为受害者追悼 安萨兄弟已经被放了出来 无数人为他鼓掌庆祝 两边一杯一喜 各不相通 在薛卡夫妇的努力下 18个月后 终于举办了第一次听证会 但情况并不理想 被告律师一直在强调 安萨兄弟为整个德里做出的贡献 顺带提一句 安萨兄弟连庭审都不屑参加 但律师却狡辩说 他们是在为德里做贡献 忙得不可开交 哪有时间来 原告律师拿出了安萨兄弟 刊登的一则免责宣传 如果他们跟这起事故毫无关联 那何必要多次一举刊登宣传 这本是个有利的回击 奈何复印件太模糊 法院以看不清为由 当场驳会 第一次听证 就这样草草结束 第二次听证会 原告律师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 被告律师将所有的责任 全都推给电力委员会 声称是他们的工程师 没有正确处理变压计 这才导致了事故 跟安萨兄弟没有任何关系 拉姆感觉 调查团派来的律师不是很靠谱 于是 他亲自来到档案馆 找到火灾事发至今 所有的档案 带回家 准备全部复印一遍 薛卡去市场买了打印机 转头发现 托克一直在附近跟踪 他随便进了一家商店 假装要买东西 一直拖延到托克离开 他才敢走出去 不料对方 仍在前方等着他 薛卡转身一步 跑进市场 让工作人员 替他保管打印机 夺进厕所 等了好几分钟 托克没有再跟来 可薛卡 回去拿打印机时 却发现托克 留下一张姐弟俩的照片 背后还有一句 下一个就是你 拉姆每天自学法律知识 逐一了解案件的所有信息 他去咨询律师 说发现影院违反了建筑法规 可律师只关心自己的衣服 被咖啡弄脏 根本无心听他在说什么 第三次听证会上 原告律师根本没有提交 拉姆找到的证据 支支吾吾 一直说不到重点 这样下去 案子迟早回书 而被告律师 更是指责救援队伍 来得太晚 设备也出了问题 这才使伙势 一发不可收拾 反正说来说去 就是和安萨兄弟 没有任何关系 对方一直在推卸责任 拉姆一时情绪失控 大闹发体 因此被赶了出去 原告律师责怪他 再有下一次 可能法官就会判他败诉 拉姆却告诉他 要打赢这起官司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火灾里的 59个受害者 下一次听证会 律师总算是 好好翻译了一遍卷宗 他看着受害者亲属的脸 思索片刻后 向法官说 影厅是所有人娱乐的地方 不管是孩子 父母 长辈 他们都认为 这里是安全的地方 可以忘却烦恼 沉浸在幻想中 可是影厅老板 却没有给出安全保障 所以不论这起事故 背后的原因为何 安萨兄弟 就是需要负责 如果没有做出惩罚 那么下一次 说不定还会有 更多的人牺牲 接着 他传唤了影院经理 火灾是下午4点50分开始 可消防车 却是在5点21分到达 据调查 经理的第一通电话 是5点11分打出的 为什么他在火灾后 21分钟才打电话求援 如果说 他是太过慌张 可他为什么 还记得把影院的钱 和收据 全部带出去 那么多人被困在里面 没有充足的安全措施 保护老板的钱 难道比人命还重要吗 这一番话 问得经理哑口无言 他们逐渐占据上风 可狡猾的被告方 居然提出 申请让拉姆上庭作证 原告律师劝拉姆 不要上当 可他已经等了一年多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可以让所有人 都听见他的心声 这个机会 又怎么可能错过 和邻居诉苦时 拉姆忍不住抱怨 只想一锤子 敲破被告律师的头 但这 也只是泄愤吧 现在最主要的 是如何扭转 当前的局势 薛卡不忍心 妻子如此劳累 去了一直 威胁自己的托克家 和他的儿子 玩得不亦乐乎 以这种方式警告 不是只有他会跟踪人 临走时 薛卡看了看他的孩子 淡淡说了一句 你很幸运 而托克的心理 似乎也开始产生了变化 听证会再次举行 被告方换了一位资深律师 比起上一位 他更加咄咄逼人 直接指出 为什么所有证据都证明 饮院失火是电力委员会 和消防队等人的错 可拉姆 还是死死抓住 安萨兄弟不放 难道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热度 过去几周 全国人民听他说的话 比听总理说的话还多 按理来说 一位母亲失去孩子 连下床都没办法 那为什么拉姆看上去 这么生龙活虎的 甚至在电视节目里 从没掉过一滴眼泪 并且 律师手里 还有一份邻居的证词 证明了拉姆 大闹部长婚礼 以及抱怨说 想敲破上一任律师脑袋的话 律师还想说什么 可拉姆抢先一步 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 尽管律师 一直在扭曲真相 但那59个人 被锁在影厅活活烧死 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如果门没锁 他们就会和其他 发音厅的人一样 成功逃生 安萨兄弟 没有任何愧疚 反而刊登告示 撇清自己的关系 如果拉姆不上法庭 讨回公道 不求公众的声援 那么没权没事的他 还能做什么 当晚 家属们再次聚集在广场 追思受害者 一个男人 在外面默默看着 良久 他放下一条项链 正是拉姆女儿 曾丢失的那一条 这个人 曾是影院的保安 同时 也是当地臭名昭著的混混 每天欠钱 被借主追打不说 还敢找上门 威胁借主的前妻 可拉姆女儿的项链 又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呢 时间一晃 过去了九年 案件一直没等来 公平的解决方案 原告律师证明 安萨兄弟 当时完全参与影院运营 可被告律师 却狡辩说 安萨兄弟 在1989年 就卸下所有管理责任 在1997年 还辞去了董事职务 所以火灾 和他们没有关系 拉姆和助手 刚走出影院 一个男人就冲过来辱骂他 原来男人的父亲 迪卢 曾负责修理影院的变压器 本来安萨兄弟赔了钱 事情都压下来了 可因为拉姆不停上足 不停寻找真相 导致迪卢也牵涉其中 当时男人的妹妹 马上要结婚了 本来一家 都指着迪卢的收入过活 他一次又一次 被抓去警局审问 连工作都无法进行 本就贫穷的家庭 变得越来越雪上加爽 最后 安萨兄弟直接派人 诱导迪卢 使用他们的证词 在不知不觉间 替安萨兄弟顶罪 坐了整整七年的牢 富人犯错 穷人遭殃 这个家 在一夜之间就散了 看着拉姆 在电视上不断诉说 自己要寻求正义 他们当然不会理解 并且他们也不敢 和全世滔天的 安萨兄弟抗衡 所以只能将怒火 一股脑洒在拉姆身上 雪卡研究了影院皮面图 在火在当天 放映一天 多加了二十个座位 所以把上方的出口堵住了 此外 还有一个贵宾包厢 堵住了左侧出口 这种设计 明明就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 他将这份图纸 交给了律师 刚出门 就碰上多年不见的好友 然而聊了很久 雪卡才明白 原来收回一团糟的 不仅是自己 所以也没必要 一直将自己当作受害者 拉姆和律师助理 一直在坚持不懈寻找证据 纸质文件摆满了整个房间 两人找到一张 由安萨兄弟签名的支票 可以证明 他们在事发时 仍是影院的负责人 但那都是复印件 所以两人 只能往档案室跑一趟 档案堆积如山 拉姆想找雪卡帮忙 可他 现在天天和好友喝酒消遣 懒得再管案件的事 拉姆和助理忙活整整一天 发行律师 一直说安萨兄弟 在1997年2月就辞职了 但他的辞职报告 却显示是6月16日 火灾了三天后 也就是说 案发审 安萨兄弟 仍是影院负责人 除此之外 消防局提交的报告 也有问题 现在的文件 和几年前拉姆的 复印件相比 每一个和安萨兄弟相关的 都少了好几页 这也能证明 有人在篡改证据 而唯一能接触到这些档案的 只有原告 被告两别的人 但是这些有利的证据 就不能呈上法题 因为档案 一直归中央调查局管 指出文件出了问题 那他们要对付的 可就不是安萨兄弟一家了 律师指出 拉姆 如果用篡改证据上诉的话 赢的几率太小 到时候 可能又要从头再来 倒不如 起诉安萨兄弟 违反公共安全 这样 他们被定罪的同时 还可以促使安全法规 重新修订 拉姆为了案件 忙得焦头烂额 薛卡 整天和好友搅在一起 喝个烂醉 直到这天 好友的他去影院 正在热映的电影 很精彩 可薛卡 却无心观赏 就也醒了大半 影厅黑下来时 他看着画面里的烟雾 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慌 头也没回地逃了出去 将电影票扔在地上 他重新回到法院 陪在妻子身边 共同努力 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在经过商议之后 所有人都赞成 以违反公共安全为由 起诉安萨兄弟 只有这样 才能尽量避免今后 还有人像他们一样 经历离别之痛 事发后18年 最高法院 受理了案件 不幸的是 安萨兄弟那种人 根本不受法院的决定影响 拉姆不断上诉 庭审开始 薛卡负责 却当然是取资料 可当天业务办理窗口 只有一个 需要办理业务的人 又太多 好不容易排了两个小时 又遇到有人插队 薛卡上前理论 和对方争吵起来 最后 竟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 这件事 惊动了警方 寻衅滋事 少说要拘留半个月 可因为案件审理在即 他不得不花钱贿赂 经此一事 薛卡变得非常沮丧 这种花钱解决事情的做法 和安萨兄弟 有什么两样 他不禁开始想 胜诉有什么用 胜诉了 电力委员会 就不会疏忽了吗 消防车 就会准时到达了吗 根本就不可能 等来任何改变 这天 薛卡夫妇刚出门 就遇到了托克 他的儿子 在前几天遭遇了车祸 那一瞬间 他忽然觉得这就是报应 所以真诚地向夫妇俩道歉 但是 这种道歉 来得也太晚了 在无数次庭审中 安萨兄弟之一的哥哥 终于亲自来到现场 本以为这次 已是胜券在握 可没想到 最高法院给出的结果 是安萨兄弟 无罪 这样的判决结果 换做谁 都会意外 为此奔波 接近20年 头发都快花白的夫妇俩 更是难以接受 可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让我们再次将时间 拨回到案发当天 因为边界热映 影院座无虚席 看电影的人非常多 萨米尔太太 送父母来到影院后 便急着去忙自己的工作了 帕尔先生的七个亲人 也开开心心来到影院 其中 有一对老夫妇非常不满 自己为什么 就买不到包厢的票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男人 是陆军军队的少校 获得过不少奖章奖杯 可岁月不饶人 如今快60的他 就连打排球 也会输给一些 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年轻 男人不服老 不断和好友抱怨 是因为球拍不称手 所以才会输 好友懒得理会 他又向妻子抱怨 说当天 如果不是因为他怀孕 自己肯定还在军队 现在都不知道 能获得多少荣誉 可妻子 以前同样是一位艺术家 如果不是因为嫁给他 或许现在 早就完成了梦想 两人翻起旧账 政治不休 到最后 言语直接变成锐利的剑 向对方刺了过去 毕竟相伴几十年 也都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没多久 他们冷静下来 互相道歉 并约定 一起去影院 看正在热映的边界 可没想到 就会成为他们的 最后一次约会 经理害怕有人逃票 提醒保安 看好所有人 否则 他就得交罚款 所以保安直接将放映厅的门上了锁 如往常一样 他回到休息室 灯泡一闪一闪 电压好像出了问题 但他并没有在意 阿俊姗姗来迟 在售票处拿走自己的票 赶去和姐弟俩会合 可惜因为放映厅上锁 他根本就进不去 此时 大楼底层的变压器 在落油后 突然燃烧起来 保安将事故告诉经理 和他第一反应 居然是担心自己的车 当时大火 快速窜入了停车场 导致多辆汽车被烧毁 之后 又顺着管道往上蔓延 其他放映厅的人 都顺利逃跑 唯独那间上锁的放映厅 他们逃不出去 因为太着急 还发生了不少踩踏事故 一名抱着孩子的母亲 抓住一个男人的腿求助 可男人 急急一脚蹬了过去 怀里的孩子 掉在漆黑一片的现场 瞬间没有了声音 薛卡夫妇的两个孩子 在黑暗中走散 慌乱中 有人扯下了女孩的项链 那对老夫妇 正在帮忙施救 丈夫却被人撞倒 直接丧生活害 而妻子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在这期间 火灾警报没有响起 广播系统形同虚设 保安早已逃跑 经理打电话给老板 安萨兄弟 却迟迟无法接通 思考片刻 他拿上保险柜里的钱 还有影院账本 顺利跑了出去 在那些被困在放映梯里的 无辜声明 耗住脑后 受害者们发现一扇窗户 有好心人 去旁边的床垫厂 捡来两张床垫 放在下面接应 窗口的人 开始陆陆续续往下跳 可火势越来越大 浓烟滚滚 呛的人无法呼吸 哀嚎 哭泣 咳嗽 乱作一团 说他是人间猎狱 也完全不为过 消防队姗姗来迟 好笑的是 他们不仅没有将消防车装满水 还将前来求救的幸存者赶走 这场大火 持续了很久 外面的人 正翘首一盼 希望能看见亲人 安然无恙地走出影院 可是 有56户人家失望了 即使看到他们 等待的人出来了 但也只是一具具 冰冷的尸体 那对老夫妇 也只剩下妻子一个人 呆呆地坐在那里 而经理 抱着安萨兄弟的钱 看着人间乱象 他有过不安吗 时间回到现在 即使再次败诉 雪卡夫妻俩 仍没有放弃 他们现在 已经熟练到 可以精准说出 哪年哪月的档案 放在哪个柜子里 拉姆又一次提交了上诉 法院的人 都礼貌地跟他打招呼 这样坚持不懈的人 值得随人敬佩 受害者协会这些年的坚持 为整个得力 都做出了改变 每个学校 每栋楼 都被要求放置好一整套灭火设备 可这 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 仍然还需要努力 最后一次庭审 法院夸赞拉姆 对于消防安全的预防主张 同时 也就安萨兄弟 篡改证据一事 做出宣判 2021年 11月8日 事发近25年后 安萨兄弟被判刑 但令人唏嘘的是 他们在短短6个月后 又再度获释 大火焚毁了59个家庭 可好像烧不尽权力和贪婪 这部电影中 关于火灾里 受害者的场景 我没有详细说太多 因为只有亲自看了 才会明白 什么叫视觉 以及神经上的碰撞 太真实了 不管是惨叫 挣扎 还是恐慌 都能让人切身感受到 被置于黑暗的环境中 默默等待死亡到来 却无力改变 那种可怕的感觉 这件事 从头到尾 不管是电影 还是背后真实的故事 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薛卡夫妇俩 用近25年的时间 却证明了 权势和59条人命 在世界的天平中 到底谁才最重要 这场大火 烧出众生下 有为了钱 不肯追究的家属 为利益 奔弄是非的律师 打着正义旗号 不干正义式的官员 自以为可靠 却反咬你一口的邻居 原来有钱 真的能使鬼推磨 那人心在金钱面前 还有重量吗